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20年的5月23號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這支蝴蝶欄 那我剛在前面在拍影片的時候呢 它拍完之後我才發現沒有錄到聲音 那個收音器的它的頻率錯誤 結果沒有錄到聲音 比如現在要重拍 重拍 很好笑 那這支蝴蝶欄呢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曾經有拍它的開花紀錄 影片點擊我們就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然後當時呢 從 當時從2019年的1月多開始開 開到差不多 5月6月的時候就開始出問題 當時呢它有一個這個 它的 那個主花梗呢 它的這個前面的這個花梗呢 突然莫名其妙的枯黃 當時呢我們沒有很在意 當其實各位你知道 發生這種莫名其妙枯黃呢 胡鐵蘭啊這個花梗莫名其妙枯黃的時候 你自己就應該要注意就對了 但是當時我們並沒有注意 一直到了6月的時候呢 我們又在看 它6月的時候呢又拍了一次影片 那是影片連結我們又放右上角 當時呢它從旁邊長了一個側花梗 那累積呢總共當時那個花開了5個月 然後之後呢後來我才發現說 怎麼連那個側花梗呢也跟主花梗 發生一樣的問題 就是從中間呢就開始枯黃 於是呢我們就開始就思考說 會不會氣根出了問題 結果後來呢去檢查才發現 真的是氣根出問題 所以呢你沒有發 所以你必須 有時候呢我們在 看蝴蝶岸的時候呢 有時候你看葉子沒有問題的時候呢 你自己 蝴蝶岸葉子沒問題 不代表它本身就沒有問題 你如果發現它的花 花梗出問題的時候呢 你自己就要稍微留意 小心注意 像那個影片呢你自己往前看 當時呢去年的影片呢 這個位置呢它有水苔 那今年為什麼沒有水苔 因為被我剪掉了 因為它下半部的那個氣根已經壞死了 那去年呢它有辦法開超過四個月 如果說主花梗開超過四個月 那側花梗呢又在追加了一個月 所以它開了累積五個月 那這種 這種我說過 它如果有側花梗 會一直生一直生呢 這種累積方式呢 如果我們不計算的話呢 其他主花梗就是四個月 就已經算很久 那今年呢這一株呢 開到現在呢它只開了三個月多一點點 三個月多幾天 那沒有辦法開到四個月 那為什麼它沒有辦法開到四個月 那問題就可能是出在這個氣根 去年呢去年的時候它的氣根比較強壯 旺盛 那今年呢它就是比較弱 弱了一點 那預計呢如果到明年的話 因為我看到這個氣根生長的情況呢很旺盛呢 那預計明年呢可能應該有機會 在開花的時候呢到了明年 在開花的時候呢就可能有機會再開個四個月以上 超過四個月 因為我們今年又開了三個月 那這個我們判斷的原因是這個氣根呢沒有像去年那麼多啦 那去年是因為準備要開完的時候氣根出了問題 那我後來呢現在我們就把它 那我們 在為什麼我要打算把這個 看到我這個花梗被我剪斷呢 我把距離拉近點帶大家來看一下原因 好 好我們現在來看到這個蝴蝶藍呢 你有沒有看到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打亮一點 那這一株的蝴蝶藍呢你看呢它 它呢還有兩朵花 然後這兩朵呢已經準備要卸了 這白花這樣打得太亮 先看花好了 你看那花呢這兩朵的已經在枯了 那這兩朵呢還是正常的就被我剪掉 那我剪掉的原因目的就是說 我們要在它這兩朵枯尾之前的剪掉 不然的話它是有可能會從這邊 有可能會從這邊開始枯黃 會這樣子一路枯下來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在剪的時候呢可能怕來不及 它會整個枯黃到底 所以呢我們就現在剪 提早把它剪掉 剩下兩三朵花的時候就剪 像這樣子就算兩朵花 因為這個這兩朵已經開始在 卸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前面的這個牙 那我們剛剪掉之後呢發現了這上面有一個牙點 那我們剪掉的目的是希望說看這個牙呢 可不可以抽得起來讓養分呢 讓這朵母豬的養分呢集中到這個牙點讓它抽起來 那看看有沒有機會再開花或者是抽高牙 因為我原本呢 其實這個牙呢在走主花梗 它有這個前面的主花梗我們剪掉那個主花梗呢 在它抽的時候呢它就已經有長大 但是它卻沒有跟著這個主花梗長出一個側花梗出來 那有的花呢 有的蝴蝶藍呢它長這個呢它是有辦法抽出側花梗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沒有抽出來 所以呢我把它剪掉看看能不能 長出一個側花梗 當然呢如果它是高牙是最好 不過因為我們根據我們經驗來判斷呢 這個要高牙的機會不太高 花牙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就是帶大家來紀錄一下說 我們這樣剪掉這個花梗做紀錄 因為我們先紀錄嘛 要看到日後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我們才有辦法做個比較 今天我們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再會